天南地北谈华语 还记得大这个字的古字是怎么画的吗 甲骨文大向正面站立的人 两腿张开伸展双臂 活脱脱一个大字 形象非常具体 就像我们站着张开双臂和双腿大 说文写道 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故大向人行 是说天地和人都很大的意思吗 清代文字学家王云解释说 天地之大无由相之意做字 故相人之行以做大字 哦大小的大不好表示 又因为人是万物之灵 所以便用人行来表示大 大这个字也可以读作太 因为上古时期没有太这个字 所以大也可以当太来用 后来底下加了一个点 区分太和大 嗯 大还有一个读音是代 而且跟夫字搭配 有两个读音 读作大夫是古代官职 读作大夫是医生 大是个不守字 凡是由大组成的字 大都跟人有关 比如夫妻的夫 腰折的腰 奔跑的奔等等 奔跑的奔 它的经文字形很有意思 上面的大像人正甩着双臂 加上下面的三个指 也就是三个脚 像一个人甩着双臂 脚步极快地在奔跑 说了大字 顺道题 立这个字 站立的立我们谈过 甲骨文立 上面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 下面的一横表示地面 合起来表示人站立在地面上 是的 接着就要谈另一个字了 意 人云亦云的意 意就是也的意思 表示同样 意的本意是指腋下 你是说我们手臂底下的腋下 甲骨文意中间是大 也就是正面的人形 两臂之下的两个点是指示符号 指出腋的部位 上古时期没有腋这个字 后来表示腋下的意 被借用为虚词后 才又造了业字来表示腋下 显然又是一个一介不复反的字 意再说文也是部首字 但只说了一个字 家 家主什么东西的 家 好些简体字虽然有意的形体 但都只是简化后的写法 跟义的本意无关 天南地北谈华语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 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节目重温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 Facebook.com slash AIFM dot Malaysia 或浏览YouTube频道 搜寻天南地北谈华语 这些字幕不足 JFM 可是